本期新推荐 大家好 央视精彩剧集 林江国为您导航 林凡青在边疆建设的感召下 毅然离开繁华的大都市 奔赴天山草原 茫茫大草原上 等待他的又会是什么呢 关注大木哥 开启您的追剧之旅吧 从街点起 舞牛山 行动 在央巴迎平上 林江国曾突破自我 在电视剧菜刀班尖刀帘中 饰演了一个魂不吝的土匪 豆二虎 他生活中是一个大老粗 大二字也不认识几个 见到谁他都不怕 但是碰到一个寡妇 叫卢水点豆腐 一物降一物 就整个把他给制住 他在他们的感召之下 然后走上解放军的道路 这么一个人物 我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 而且自己演的也挺过瘾的 而在大木哥中 畜牧专家林凡青 却和林江国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 大草原 我来了 林凡青呢 他身上文人气质比较多一些 他应该说是新中国首批的大学生 然后呢又是学畜牧专业的 你想那时候一个大学生多宝贵啊 是啊 我得了一个宝贝 一个大学生 上海农业大学畜牧系的 林凡青这个人物身上呢 有很多 可能我自己本人有一些 相像的一些地方 比方说喜欢学习 性格比较温和的气质会多一些 他是上海人 我是浙江人 然后呢我在上海又念过书 相对来讲 就是说接到这个人物的时候 身上有很多的共通之处 觉得挺好的 既然有着如此多的相似之处 言起来是不是就轻车熟路呢 也不会 就是说从人物的形象气质上来说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接近 但是从这个专业上来说 我觉得相差太大 因为这些畜牧专业对我来说 完全是一个太陌生的一个专业了 那只母羊本来也可以不死的 那照你的意思 八团那些羊也可以不死 是的 很多羊都可以不死 关键是要看 有没有医疗器械和会做手术的人 所以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医学功夫 你要说羊毛的产量啊 织数啊 长度啊 怎么改良这个羊啊 这些其实是很复杂的 如果说你是光备台词 你不去理解的话 就会很死 如果这些东西是你很自信的 很由衷地说出来的话 大家就会相信你是搞这个专业 母羊的发情期啊 马上就要到了 你公羊和母羊还混在一起 到时候生出来的还是一堆杂种羊 一耽误又是一年 你是说现在 就现在 这个人物是有跨度 这个跨度怎么去区分 当时我们跟导演商量 就是说前期的部分 他是一个大学生 二十出头 发型上我们就选用了一个假发 在前面是有一个刘海 一遮的话就显得会年龄小一些 然后给自己架了一副眼镜 眼镜也是显得书生气一些 同志 你好 我叫林凡青 我是来打听我的老师 是上徐美教授和他的迅目实验站的 你们知道在什么地方吗 在人物上面的语气各方面 我也会做一些区别 说话的过程当中会偶尔带一些上海话 就翘的声音 会不会那么翘 更接近平舍一些 这么一个处理 我想可能会更贴近人物 凡青哥 你一定能回来 你放心吧 这一次 就算拿着马鞭子冲我 我也不会走了 哥 情感的纠合 友情的魔力 畜牧实验的挫折 看林凡青如何应对 尽在大陆哥 我是林江国 我在新推荐